因为教书和拍片有了职业病 我的工作的性质算是一种叫 sedentary of sedentary nature 这个其实是旧患来的,那个 back pain 其实以前看过物理治疗 其实已经痊愈了 但是都是因为坐姿不太正确 近期剪片做DSC笔记 做一份DSC笔记也有四个小时 所以有 having a relapse 是痛的 如果我wanna twist my body 譬如我现在这样 就痛了 那个中度的痛 那个痛就occasionally is just about pain 有时就是隐隐作痛 就很少呢 就去到很 severe 劇痛的阶段 so I think I'm right in the middle 但是我知道呢 如果我不去判断这个 situation 如果我不去判断这个 situation 就会很严重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已经 in deep trouble 可能我都需要看回物理治疗 I got a very good physiotherapist 另外我在Instagram 我就无意中看到一个 他教一些简单的运动 去对那个 back pain 有帮助 他的名字叫做and back pain 我会把它放在这里 给大家参考 不过要留意 你要自己judge 要自己去衡量 他有时教你用一条绳 这样 小心 我自己都不敢乱试 有时就是 他教的东西 对一些人 就不等于有对其他的人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不过就是 大家分享一下那些背痛 我觉得香港人很多都会有 back pain 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没什么其他意思